美玲 你好啊 玲 你好 听王杰的歌已经有多长的时间了 应该说是从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听了吧 那你现在几岁 47岁吧 我今天21岁 21岁 那没有多久啊 没有多久啊 但是我感觉到我好像就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崇拜过什么歌迷啊 什么歌姓啊 王杰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 哦真的 谢谢 现在我在采访一些歌迷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们大部分可能会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部分就是对一些很多经典老歌会比较熟悉 另外一些年轻的歌迷呢 大概就是王杰在英皇时期的一些作品 他们是比较了解 那我发现这位朋友好像就一条游戏一场梦 这样的歌曲也很喜欢 这很难得 你就是喜欢上王杰之后 所以你就特别的了解他所有的音乐吗 嗯 因为说是王杰也不敢说是50%吧 王杰就是看很多歌 我都特别喜欢听 哦真的谢谢了 那这个王杰杰哥已经来到了这个西安 有什么心里想说的话 或者对他的这个欣赏啊 喜爱之情赶快也来表达一下 觉得不好意思吗 嗯 就是说也希望王杰表达一下 就是认识我们这么多中式的歌迷 他可不可以表达一下他的心里啊 然后呢我想听一下王杰为我唱一首他这场一场一场梦的首歌 没问题啊我9月16号一定为你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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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充分给我先唱两句啊 不行 这样子是一场又是一场梦 好你看我已经唱完了就这么一句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我的歌声了啊 也是阿杰啊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大家还是要耐心期待一下哈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现场去感受一下 呃王杰他歌声的魅力 我想在现场音响效果啊 灯光舞台 包括王杰的本尊在那边 一定会带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试听的享受的 也希望阿玲可以去买票来听哦 嗯 好不好 今天要在哪边啊 是在陕西省可口可乐体育场 开演唱好 还能在哪边呢 就那五六万体育场 9月16号哦 嗯 哇 但是我可不可以就是跟王杰 呃 多喝几句话呀 哈哈哈哈 我要唱歌演在台上 好 你先留下一句祝福的话吧 好啊 有什么祝福的话给王杰 呃 那我就希望王杰 在以后的 演唱中 就说是 使得自己的唱片卖的更红更火 啊 谢谢谢谢 嗯 真的谢谢 好嘞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这是莉莉新月发的短信 他说 杰克非常喜欢你讲话的声音 非常的好听 他说一定要记得我哦 他说他是新月 哦 新月 对 还有小林同尾号是0890的po 他说 想对王杰说句话 祝王杰的唱片大卖身体健康 哎 为什么那个剑要拖那么长 身体健 就是充满了很能够的祝福给你 谢谢阿杰 谢谢阿杰 呃 这个专辑好像最近是不是也在这个丑备当中吧 新专辑 对啊 我我我这两天来来这个 呃 来到西安哦 就这两天大概都是满满的一个行程哦 可是17月1号就要在台北录到台北去录唱片 新的唱片 呃 嗯 不很难 因为那这唱片还是依然轮不到我说话 嗯 所以基本上我只有帮忙做的份 嗯 是不是在你整个的歌坛当中常常有的时候也要去找一些这个平衡点 不能有日子你的性子来啊 其实我一直以来我的唱片以前啊 嗯 都是自己做的 只是现在第一次就是人类了你知道 有时候想说啊试试看把自己用个人的名义啊 先给别的唱片公司做做看 嗯 可是后来发现真的很困难 因为完全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效果 嗯 你知道吧 以前我们做一张唱片呢 是说好几百万一张 嗯 现在 来到这个这个公司是好几十万一张 嗯 那个差别真的是 嗯 所以难怪很多歌迷常常就批评就说 哎 王姐你你这几年的唱片真的很差呀 这样子的确我自己也承认 啊 不过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反正这个合约也不过才剩下一年多 嗯 一年多过就可以做好作品了 会不会就是跟目前这个唱片市场的市导 其实有一些这个关联 以前卖唱片的销量也是很惊人对不对 对啊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呃唱片公司自己本身的结果 有没有统计过比如说以前的唱片的销量 我全世界到还没有到英皇之前 嗯 总数加起来一共超过六千八百多万张 哇天哪 呃到现在华人还没有包括老老一辈的歌手加起来都还没有 因为我出过五十几张唱片 嗯 我讲的是全世界 全世界 嗯 嗯 当然我这个 这个数量现在很难再爆破出来 因为 呃 现在做唱片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的人 我就跟你讲是花二三十万就做一张唱片 嗯 甚至于还有一些是十万块就做了一张唱片出来 嗯 我们以前一张唱片花四五百万去做 而且我是呃 召集了很多 呃 真的是会音乐懂音乐的人 我们是在现场编曲 现场作曲 我们是这样把一首歌写出来 嗯 你知道不是说 像现在就是哎 你有没有歌你有没有歌来给我一首 嗯 你有没有歌你有没有歌给我一首 嗯 就这样东拼西凑的 呃 就像有点像赌博一样 嗯 赌大赌小 你买压重了 你就赢了 你压不重你就赔了 嗯 所以比较难 嗯 不过还好了毕竟大牌歌手 至少这唱片还是这个能花几十万 比如说我做的首单曲 就一千块钱就搞定了 哈哈哈哈 好 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 你好 哎 你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杰哥 杰哥 欢迎你回家 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啊 呃 叫我小凯就行了 小凯 嗯 那你一定要先歌声来欢迎一下这个杰哥回家 好吧 随便两句 那我就唱回家吧 好 好 我都在清晨六点 无人的意见 带着一身疲倦 昨夜的长长驻骂 早已麻木 在不知名的世界 哇 很棒 不良的风吹热我凌乱的头发 速度新浪折磨我沉重的步伐 好了 谢谢啊 好 太棒了太棒 就因为你这这这这首歌好我答应你我在演唱会这次9月16号呢我一定会唱这首歌 呀 我一定要去听 哈哈哈 而且在刚才唱到那个吹热我凌乱的头发那个好像还精神点这个王杰的味道出来哈 我还觉得他的语气有一点点像啊 嗯 你真的很喜欢王杰是吧 真的真的很喜欢 哇 谢谢小凯 所以呢这一次一定要多多支持王杰的西安演唱会啊 这个我有个要求 好 我想演唱会的曲目会会有那个情愿不自由啊 情愿不 我有太多歌 你这样问我名字我不知道耶 好那到时候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 在演唱会之前我们做一个让大家来选曲目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对对 征求一下大家意见最后也给王杰做个参考 嗯或者你们真的喜欢的话也可以告诉高杰啦 或者在网上告诉他 搞不好下次我再碰到他他可以告诉我啊 嗯 对不对 好好 明天新闻发布会我也会去的 真的哈 好啊 谢谢小凯 我们是新闻发布会为什么来这么多歌迷啊 哈哈哈哈 好也希望你们在现场的时候也能够表达一下你们对于王杰的喜爱之情咯 啊 谢谢小凯啊 嗯 感谢开玉 拜拜 拜拜 杨森森美号是5901的朋友呢 他说在王杰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忧伤直达心灵的最深处 同时音乐又有一种超声波一样的情感张力 绝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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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支持 另外呢他想询问一下演唱会的票在哪里买 那很快呢在现音乐台就会有这个广告出来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对在这个时间呢之前呢 大家千万要买票的时候要小心啊 不要不要上当受骗了 对对对 这一飞红公司呢是这个票的独家的经销 对 另外呢还有13500号是0801的朋友呢 他说喜欢了八年了等了八年了永远的会喜欢 看来他真的等了很久哦 也许吧 我想对CNN的歌迷而言真的是等了太长的时间 因为有很多朋友呢大概从你一出道 从你一开始唱歌就已经很关注你了 对啊其实我自己的心一直以前都很想回到家乡来 来不管是做演唱会也好或者是哪怕是单纯的这样走回来 观光一下下也都没有过 没有过 其实心里面是很想 可是有时候就因为在我的职业上的关系 由不得我去去控制这些时间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叫我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的话 那真的是很不方便 可以说是真的要需要很多人在一起才行 所以我平常回到内地其实我很可怜的 我每次躲在房间里面 吃饭也躲在房间 就不太敢出去 因为出去就很麻烦 对啊 然后晚上睡觉也是很麻烦 晚上睡觉也要麻烦吧 因为电话会一直响 然后那个门会一直敲 我就不管了 就就就不硬了这样子 我还以为就是一叫起来突然发现有歌迷室在旁边 很恐怖的画面 真的好艳福吗 很期待吗 不不不谢谢 另外呢就是137每号是154的朋友 他非常喜欢你的歌曲安妮 而且呢他的男友也非常的喜欢你 很多时间都是在听你的歌 以算你在家乡的演唱会能够成功 说到这一次家乡演唱会 那这一次有机会来到先 那我们这一次是做这个新闻发布会 那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到这个 真的这个祖籍的这个家乡老家去看一看 具体在什么位置了解吗 其实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爸爸是有回来过 可是我不认识我自己这边的家乡的人 因为没有联络过 在这么久以来只有听我爸爸口中叙述过这边的家里状况 然后只知道奶奶我要叫我们是不是叫奶奶 爸爸的妈妈 对没错 奶奶就在好几年前就就去世了 然后我的爷爷在我还没有生出来 当然还没有我的时候 我爸爸大概很小的时候就就是也去世了 所以基本上我爸爸对对他爸爸也不大也不大有什么印象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我我只能肯定我是百分之一百的陕西西安人 但是跟这边的亲戚已经是失去联络了 其实我在我的观念 联络与与否呢 是不是太重要 反正所有的西安人就是我的亲戚 就是我的朋友 就是这么简单 该不会明天新发布会的现场会有很多人跑来就认亲戚 没有关系 每一个都是我的亲戚 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电话 你好 喂你好 哈喽 喂喂喂就是你了 我们接听下一位 哈喽 你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叫我雪盈 雪盈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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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先唱一句歌啊 唱一句歌啊 对啊 我本来想要唱回家的然后上面好像有个男孩已经唱了 没关系啊 你是女孩子啊 他是男孩子啊 或者有那么多歌曲 那你可以不要从前面唱啊 你可以从回家那个位置唱啊 好啊 一二三 我忘记了 我唱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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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安妮 安妮 我不能死去你 安妮 我无法忘记你 安妮 我无法忘记你 我用生命呼唤你 永远的爱你 永远的爱你 太棒了 不错不错 不错 这个女生为什么会喜欢唱这首歌曲 应该都是我们男生喜欢扯了脖子喊的歌 因为我第一次在可以说是正式在电视台